夾版日誌 帶你認識 同志的大小事 夾版日誌帶你認識 同志的大小事 我是迪克 我是安迪 你現在收音到的是 輕鬆電台FM9.9 聽完我的LBC 多隨便 多隨便 弟弟來Play 你交友這件事 你到底會不會 不會 好累喔 我覺得好煩喔 我就是個不會交友的人 然後我剛剛為什麼講那麼快呢 但是因為想說不是重點東西狗還跳過 對啊 想說這不是我們家品牌嗎 到時候被電台老闆殺你就知道 算了啦 終於有一天會走的 倒數計時 夾版日誌單飛輕鬆電台計畫 再來就是在想 大家可以開始收留我們 然後多多贊助我們 有沒有想辦法離開 必須喔 好那我們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這個主題呢 為什麼要選交友呢 Andy 因為JackD也配啊 交友 不然交友這件事情 講幾次了我問你 我跟你說 我們兩個真的很認真在數 我們要什麼交友故事 對啊 多講啦 你是FJ講人家吃屎的故事啊 然後還有什麼 那個 閹割的故事啊 閹割的故事啊 我環島尋愛去打破的故事啊 然後劈腿的故事啊 然後我騙照的故事有講過了嗎 騙照的故事還沒耶 什麼騙照的故事 蛤 要講那個嗎 什麼無恥的內容 就是呢 好啦跟大家自白一件事情 就是以前呢 狄克是個很厭世的人 現在還是啊 但是我以前厭世到我會覺得說 你們根本就不懂我 不懂我 就是你們只是覺得說 人家好看你就聊天了 所以我就會用我第一老師的照片 第一老師的腹肌去交友 你好無恥喔 怎麼可以用老師的照片 我有問老師說我在做社會實驗 請問這樣可以嗎 老師說可以 我有跟他問過 他說好我才做的 老師腹肌是厲害的嗎 非常厲害 他以前是東奧的選手 東奧的選手 選手 選手 東奧的選手 所以他超屌 長什麼樣子啊 我等一下再給你看 好 超級驚人 已經結婚了有一個小孩 我超常被他幹的 我在國中的時候 就一直一營他 然後當他的弟弟小老師 怎麼這麼無恥 我在國中的時候 其實就是個騷貨 因為我在國中的時候 很常穿著就是丁字褲 然後去挑逗那邊的男同學說 欸你要想要拉一下我的丁字褲嗎 他一拉我就覺得好爽 好快樂 你知道被羞辱的過程嗎 他說你這樣很噁欸 不要這樣子拉 臭屌 死玻璃 然後我就直接 快樂 拉我拉我拉我 然後大家很喜歡拉那種線 你知道嗎 你就會摩擦到你的屁屁 對對對 跟我的屌 然後就會刺激你後面的線 對 然後你就會噴出鋼門線 然後最愛 最愛拉的那個 我就有點小戀愛 那時候 我就覺得說這個人 怎麼那麼愛拉我的丁字褲 是不是也喜歡我 然後我就 曾經覺得說 是不是有機會 但後來他好像發現我的情緒 就到出去跟人家說什麼 幹那個臭屌喜歡我 我就立刻裝不認識說 幹他長那麼醜我怎麼會喜歡他 但我其實超喜歡他 拉我丁字褲 拉 你真的很偏差欸 怎麼從學生時期就是這個樣子 阿最後片照 你是有 就是真的拿D老師的腹肌照 是去敲別人是不是 敲你阿 敲我 你不知道嗎 有一次在學校我用腹肌照敲你耶 你怎麼之前沒有跟我說 你不是曾經有問我說 我怎麼會知道你是gay嗎 因為我用D老師的腹肌照敲你阿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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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卡 那我有回什麼嗎 你就說 可以先換照嗎 看來我這個人就是至始至終 就是你知道都一樣的 就一定要先看臉照 欸我剛剛才打開我的jackd 然後看以前的聊天紀錄 就也是有一個政大他先敲我的腹肌照 然後就說要換照嗎 我說你先換 他說你先 我就說憑什麼 你用假照還在那邊理直氣壯 大家你們看過非常多的同志頻道 都是在譴責那些就是騙照 或者碰到那些爛炮的故事 史上第一個同志節目的主持人 本身就是爛炮本人 不是 就是騙照啦 我要跟大家解釋 瞎聊然後一直狂嗨啊 的那種怪咖 就是我們加班日志的主持人 我跟大家解釋 我真的覺得就是 大家要看內在 就是你不要因為外在 就直接否定一個人 那不是都交友嗎 你不是說什麼都可以開放嗎 隨便啊 都可以聊啊 一定都可以say hi啊 有嗨有機會啊 幹你娘長得醜 就沒有機會嗎 操 長得醜不代表說你要說謊啊 我就覺得說我想要嘗試一下 那如果我換上好看的腹肌照 會不會就比較被喜歡 幹你娘了 五十幾個敲欸 就是我在那一天 我一換照片之後 就五十個人敲我 say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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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使我沒有放臉照 然後當我換我原本的帳號的時候 他媽門可羅雀欸 然後我就加同樣的人 那個人就真的不回我欸 就只回那個say hi的人 然後說交友都ok 從此有心理陰影 不是啊 那如果是你用假照片 然後 好如果說真的有一個不care 就是臉照的人 然後他真的也願意接受你的腹肌照 我就跟他說 那如果最後他說 那要不要約出去呢 我就跟他說 可是我真的變很胖欸 然後你就出去了 我跟他說我真的變很胖 我覺得先不要 那你有沒有出去過 他就說沒關係 然後你就去見面了 對 然後呢 就真的 有關係 天啊 你怎麼會有這個勇氣 你說你放了一個六塊肌的腹肌照 然後跟對方說 喔我最近狀況有點差 我說狀況很差 我有說實話 然後去的就是一個大豬公 我大二的時候還不是大豬公 我大二還是瘦的 就我大二那年是瘦的 你懂意思嗎 就是我那時候 你還記得我大二長怎樣嗎 比現在瘦20公斤欸 我不要再相信你說的話了 可是他也報復了我啊 他說那你先睡覺 就你明天不是要早起嗎 我一睡起來 他就不見了耶 欸 等一下你這個故事 這你以前講過了吧 沒有啊 欸 你之前只有講後半段欸 欸 大家 迪克又後面那個 後面那一段說 就是他去別人家 然後結果半夜被丟包 對方跑出去 沒有 這一段故事 他已經騙取同情好幾年了 他今天才說原來他是用地老 所以腹肌肚 然後結果去了之後發現是不同人 你不要總結這麼快啊 我要跟大家解釋 你好無恥喔 我要跟大家解釋 天啊我要退出甲板無恥 我跟一個塑形不良的大大 搭在一起 我真的無地自容大家 我要跟大家解釋 我想說 哇 大家都是就是頂多謊爆兩三公斤 你直接謊爆23公斤 但現在呢 只謊爆了10 20公斤而已耶 20嗎 對啊 有瘦是不是 對有瘦 我覺得大家給我一點時間 然後我要先解釋一下剛剛那個 就是說謊這件事情 是因為 反正我獲得我該有的譴責了 所以我當天就看到他UT約炮 我就離開家裡面 就是我想說我要哭著奔跑 我要離開那個空間 我覺得我好糟 然後他也好糟 我就是個垃圾 他也是個垃圾 然後逃跑的時候 我居然遇到他耶 然後我會跟他說嗨 哈哈哈哈 你真的在淘寶 然後擦一擦眼淚 然後你怎麼在這裡 擦眼睛 嗨 然後這樣 有情緒管理的障礙 然後我就在三重的那個便利商店 就邊哭邊睡著這樣子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記下去這個故事 但是我有一次是真的 就是他這是真的故事 就是也不是真的故事 就是他沒有在藏什麼東西了 就是 就是我以前在交友的時候 一個學長 你知道嗎 統計系那個 喔 有有聽過 他真的超機車的耶 他怎樣 他那一年就我大一的時候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統計學的課是早久 但通常我都會睡過頭 然後我又不會寫作業 所以就會熬夜 然後他又統計系 我想說去他家 然後當然也想做些什麼 然後就去了 當我到的時候我就開始寫作業 然後也跟他聊天什麼的 但他就對我非常沒有興趣 其實我沒有騙照 我用原本的照片 他還是就是對我很沒興趣 其實他已經看過長相了 然後他當天看著我 他就說欸你可不可以回去睡啊 我就說 可是可是我室友已經鎖門了耶 其實他們都很早睡 然後我覺得就是可不可以不要回去 就是我就在這邊睡 就如果真的不想碰我也沒有關係 他就真的說你給我回去 叫他們起來啊 為什麼你要在我這邊睡 難道你不能自己回去嗎 好兇喔 我整個心碎滿地耶 Oh my god 從此就用偏差的方式 你不許把你自己行為偏差的部分 用這種移花接木的方式 把這種前因後果給亂竄起來 可是我真的後來就是哭著要走 結果他居然把我叫住說 欸你的外套 我怎麼說 對謝謝 天啊 哇 你怎麼可以跟正大姚姚哥組一個團體 我覺得我的交友今天都好糟喔 怎麼會這樣子啊 但我真的大一跟大二的時候真的比較瘦大家 所以我真的也沒有到太片 你沒有正常的約會經驗嗎 比如說出去跟人家散步啊逛展覽嗎 你就是要約的時候都只有約炮是不是 我後來發現我在大學的最後兩年幾乎都在約炮欸 我沒有什麼情感的上的交流 還是因為你不知道跟人家聊什麼 所以你跟人家聊的時候 只會問人家說要不要約炮 應該說 我是個很容易把我的故事一口氣講完的人 所以 當我故事講完後 我就沒有故事了 我只剩說你要不要打炮 可是你也可以跟人家聊說他有什麼故事啊 但是因為他們不喜歡主動聊啊 或是我認識的人 他們就沒有興趣想要和我分享他的故事 像有個警察他也是很不喜歡分享自己的故事 除非今天我講到哪個點 他才有興趣想跟我聊 就例如我恆驚跟他說 我很想去忘憂森林 因為我覺得忘憂森林很美 他就想到欸 我跟我前男人在那邊吹吊欸 我想說 蛤 在他已經是我男朋友的情況下喔 我真的記不起來你的各個男友的 要不要盤點一下 你說你有九點五認識 九點五 第一認識做生科的 然後國中內設我 然後小噴到忠孝東路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親 所以那個流出來後 就噴到忠孝東路去 你很像某一些什麼神器寶貝 你第二認識 用Jack第一認識的 中越混血 然後我還煮麻婆豆腐給他 他大學生幹一個高中生這樣子 你那時候高中生 你會煮麻婆豆腐 我會啊 因為你高中是棚任社社長對不對 是 我是賢妻良母 然後呢 然後我還幫他按摩啊 雅琳啊什麼的 但是他後來就是覺得我好像不太常出門 因為你知道高中生有很多門禁 他就覺得麻煩 然後就幹過就 就把我丟掉了 第三任就是我的學校的同班同學 然後到處幫他吹掉 所以我廁所都吹過了 我們很喜歡在自習室 我坐在他大腿上 然後一直摸我 這是另類的自習室心愛嗎 是 在學校的自習室做了心愛 而且我也會大勃起 然後老師都知道 充耳不聞 因為我們兩個成績很好 就跟大家講 如果你在高中想要 想要荒淫無度的話 必須先把你的成績給顧好 對對對對 老師就不會管你 然後第四任是基友會學長 我跟你講這個基友會學長超可怕的 他敵克就是徹底的貫徹 復仇式色情的男子 怎麼說我哪有這麼壯 他的電腦裡面全部 都是他跟那個基友會學長的那種性愛照啊 或是他們去泡溫泉的照片 他就會在分手之後 一面咒罵他 一面把他們那些色情的照片傳給別人看 我沒有傳 你好偏差喔 我沒有傳 你有啊 我只說你要不要看 都在我這 我沒有傳 他就說給你看這個渣男的屌照 對啊 很小欸 你真的很不行耶 你就是會是被那種 各種性別團體踏罰的那種人 所以我才開始做性別議題要導正我的視聽啊 喔 你不是為了要教育別人你是為了要導正自己 而且我覺得要從錯誤的經驗學習你之後才能更進步 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你都是博學的 我是啊 你看我現在有在傳別人屌照嗎 有啊很常啊 會傳給我黃老師 沒有 這個經驗好像要留著對不對 對 我剛剛在思考我要怎麼辯駁這件事情 只是一句沒有 第五任就是 這也是在大學時期認識的 是 但他後來去跟一個大叔交往 輔大的 你有跟我介紹過他嗎 我有跟你介紹過他 他後來去圍整形 然後整得很慘 然後全身都紅通通的 但他真的長得很好看在那時候 而且又有身材 就是整個muscle很好的人 那現在還好看嗎 而且他還保證給他媽媽 我那時候覺得跟他分手我真的有點小難過 但他因為他有一次就是去約炮 然後被我抓到 那其實是還好啦 可能我也沒有那麼愛他 我就說那不要開放式 因為我生氣的點子 我覺得說為什麼他可以約我不能約 我約不到欸 他還教我說 你就在你的交流天上打約炮 就會很多人來找你了啊 我氣瘋直接分手 原來是心理不平衡分手 多年後 如果你有聽的話 我想跟你說 不是你不好 是我心理不平衡 欸 你真的到處約 你真的約很多欸 分一點給我嘛 我約不到 可以不要分手 但是你可以分一點泡油給我嘛 對啊 只有你要給我做愛欸 我那時候覺得超生氣的 又生氣又難過 我要報仇 你也覺得說我人要有骨氣 對 就分開了 就分開了 所以我跟大家講開放式關係 並不是不可能 只是你們有沒有心理平衡而已 真的欸 心理平衡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然後第六任是 彰化那一任 就要走回彰化那一任 走回彰化這件事情就是 跟他分手最後很想他 然後他就在Fairy喝酒喝醉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我現在就要去彰化找他 我就要從台北走過去 走回彰化 走回彰化 而且會狂奔的那種 對啊 他就在那個延吉街上狂奔 然後就是不斷的去撞了旁邊的那個 西裝店 對西裝店 其實是西裝造型的酒吧 然後就是還哭倒在馬路上 然後大呼小叫 然後鼻涕狗在馬路上 然後就是抹了長長一大條的鼻涕 而且還打給我前男友的好姐妹 對 然後我前男友曾經也因為 就這種騷擾 然後就沒什麼朋友 對 但沒有朋友原因 不是因為我騷擾他同學 而是因為他同學覺得說我好可憐喔 然後他覺得他好壞 你是不是有講他的壞話 我沒有 我只說為什麼他不愛我 我那麼努力愛他 你一定有引去一些部分 我沒有講 真的沒有 真的嗎 真的沒有 我真的沒有講他 我就說 我當然希望 我把自己講得很可憐 我把自己講得非常可憐 我就是我好想去死 我不要活了 我要自己開始這個世界 這七任是警察 然後自己也是用交流軟體 然後就是他也是一開始曖昧曖昧曖昧 然後就很好 可是他一直在警專 他就一直說他用手機的時間很少 然後要我一直配合他什麼的 就連第一次吹吊也都在警專 後面的幼兒園的那個門口吹耶 然後我甚至生日那天 我還要去吧裡面買一排Shot 要給他喝 想說就是過生日什麼的 他也喜歡喝酒 那我鴿子耶 我直接被他放個大鴿子 然後賠了兩千多塊 那那些Shot怎麼辦 自己喝掉啊 蛤 你喝了兩千塊的Shot 對啊 對啊 那一個人醉醺醺醺的然後在那邊哭 對 哇 你的悲傷事蹟其實蠻好預期的 就是放鳥擺爛 放鳥擺爛 放鳥擺爛 哭 然後第八人叫那個啊 水手啊 也是叫軟體 他只是以 以戀愛之明星打炮之石 然後幫他順便付 滷肉飯錢跟珍珠奶茶錢而已 還有開放費 你說你就是基隆港的分會長 對對對 就是如果說之前沒有聽過這個故事的 聽眾朋友我來跟你們update一下 就是他那個時候認識了一個 會偶爾來基隆港卸貨的水手 然後所以他們就會定期每個月或是 不是卸貨是立心郵輪上服務的水手加歌手 我還有他唱歌影片可以傳給大家看 好反正就是這樣的一個水手 然後他們就會在他每次來基隆港休息的時候 就短暫的約會 然後他可能就會離開好幾個禮拜 然後約再來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後來發現就是 欸怎麼會他們的情感越來越淡 後來他才坦承說 喔其實你也只是基隆港的分會長而已 對因為他的限動存在高雄 明顯是人家家裡面 所以他還有高雄港的分會長 還有就是日本的什麼 沖繩 沖繩的分會長 還有南韓紀州島 還有什麼天津之類的 Oh My Gosh 沒有天津 天津好像沒有開放有關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菲律賓還有一個 所以總共有五個 哇 但他長得很像Jsion 所以我覺得跟他做愛滿快樂的 而且還調很大 好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啊 那個環島尋愛認識的劈腿男 喔 這是0.5人 0.5人 第9.5人 因為他有兩個政公 然後我是第三個 然後我是第三個被第二個抓到 第二個要求我跟他分開這樣子 怕大家沒搞懂這個關係圖 我們再聽一次 他有兩個政公 然後我是第三個 然後我是第三個被第二個抓到 第二個要求我跟他分開這樣子 但我想說你也沒什麼資格 就是要求我 因為你跟他聊天的影片 還在我的電腦裡面 然後我再幫你男朋友吹掉 迪克這個影片也給很多人看過 可是我要跟大家說 因為他本身就已經是劈腿 然後破壞人家感情的人 所以我就沒什麼你知道 道德的那種背叛感 而且你需要譴責這樣不良的行為 對啊 你就已經是劈腿男了 你怎麼好意思再去譴責其他人 你就知道他就愛這麼做 他對他的天性就這樣子 你不愛他你就離開啊 所以這就是我的交友經驗 你怎麼看 我就覺得哇好荒唐喔 欸等一下我們聊多久了 27分鐘了 好像可以耶 我們今天不是有個重點是要跟大家講說就是 如果在交友期間像遇到迪克這種就是 非常沒自信的然後 常常就是會 不知道聊什麼 不知道聊什麼的這種該怎麼辦 其實有一個聊天的公式 是可以就是供你使用的 請說 對它其實就是 五個主題 然後 三個 接球模式 好 對五個主題分別就是 科系 職業 星座 興趣 近況 對就是你可以從這五個主題 就是無腦的開頭 然後再來的話 三個應接方式是什麼 就是 否定 推薦 從抽象到具體 好那我現在模仿 我現在假設我是Teddy 對 好那你現在跟我聊天 好 然後我想問一下 就是Teddy 你沒有先Hi HiTeddy Hi 那個 沒有啦我們這邊要先假設就是 已經有 那些開頭什麼都已經OK 我覺得大家開頭Hi啊 什麼換照片什麼的 那個我覺得都OK 好 就假設好 假設我們今天第一次約出來見面 好這樣子 對 好就是 我先用五個主題 第一個 想問一下你是什麼科系的啊 我科系不重要啦 不重要 對 這邊就代表說 他不想聊科系 那可能就是他覺得說他自己的學技裡面很好 或是覺得說他不想在意過去 沒關係 我們還有另外四個主題 那想問一下 你現在大概是在做什麼啊 喔 我現在就當攝影師啊 然後幫別人拍照這樣 當攝影師喔 好酷喔 我也跟你講我最近其實有在學攝影欸 可是我就覺得那些光圈啊那些術語好複雜 就是如果說我也想要踏入就是相機攝影這一塊的話 你覺得我應該是先從哪一個機型入手比較好 喔沒有你就用 等一下先暫停一下 這一題呢就是推薦 剛剛還記得嗎 喔 否定推薦從抽象到具體 推薦出來囉 推薦出來就是 他提出了一個他的興趣 或是他的職業 那可能是你陌生的你就說 如果我對這個有興趣 那你可以推薦我做什麼 那很簡單 你直接用程式自動的方式 然後直接就讓程式直接跑就好 因為新手這樣最簡單 喔了解了解 那我想知道說為什麼你會開始做攝影這一塊啊 因為我以前是model啊 然後就是在當model的時候很常沒事做 所以我就有在旁邊看攝影師怎麼拍 然後就跟著學 然後就製成一格 現在就是常常去幫別人拍攝這樣子 那你有沒有想說就是 你如果不做攝影的話 你會想要做什麼嗎 你以前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都沒有耶 喔DJ吧 我以前有當過想要當DJ這樣 對啊我在國外有工作過 那這裡出現第二個tips就是說 如果說他剛剛講的是科系的話 他說如果說我念傳播學系 那聊一聊聊一陣子之後 你如果沒話題 你就可以說你有沒有曾經想說過 如果你不念傳播系 你最想念的是什麼 那如果說他現在在說他是攝影師 你有沒有想說過 如果說你不當攝影師 就是你原本想要做什麼 否定他的現況 看他之前有沒有其他的選擇 對從這個狀況 你可以知道說 他可能以前會經歷過一些事情 而導致現在這個狀況 好有趣喔 那現在已經用了兩個接求法對不對 那現在最後一個要怎麼樣進行 就是從抽象到具體 這怎麼做啊 聽起來太抽象了吧 他其實就是說 比如說延續剛剛的部分 那你覺得就是 像你剛剛有說當model 那你覺得當model最困難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要等很久吧 我覺得等待 這是我覺得最煩的事情 等待喔 那你曾經等過最久 是等多久啊 就等工作這件事情 等三個小時多以上 這麼久 出現囉 就是 凡是有出現形容詞 你就直接把它變成具體的數據 比如說他說等很久等多久 最近真的賺很少耶 那你們這樣子 一個月的話 最高跟最低落差可以到多大 好厲害喔 你每一球都接起來了耶 就是只要碰到形容詞 你就直接把它畫成具體的數據 很少有多少 很久有多久 就是說就是他很爛 幹他多爛 做過哪些事情 直接這樣問 那你只要這些東西 就互相傳扎 那就可以 你看五個主題嘛 科系 職業 近況 興趣 星座 這五個主題 在大家三種接求方式 你至少可以聊十五題 你在十五個主題裡面 你只要有中兩個 是很聊得來的 你就可以延續繼續下去 天啊 還是迪克來嘗試一次 好啊 那你想要辦誰 還是你就辦你自己 辦我自己喔 喔好啊 你有對哪個來賓 特別的熟悉嗎 我想一下 是不是也考驗一下 Andy到底了不了解我們的 廣告 我剛剛特別辦 就是要考驗一下 你到底夠不夠了解 我們的來賓 因為我們的訪談歌是以細節為著稱的喔 你能選誰 我想一下 不然我來當醫生好了 我隨便當個醫生 好 因為就代表說你可能也不了解醫生這個職業嘛 但是我最近就是你知道 我們有些醫生的聽眾 對 你有跟他們溝通聊天就對了 對 我有跟他出去吃過兩次飯 欸 怎麼樣怎麼樣 就 還不錯啊 很高 Will I love you 你說很高的是他的薪水嗎 就都是 身高也很高 還有187吧 對啊 Will聽到這邊跟你打個招呼 那躺下來有高嗎 還沒約過嗎 當然是沒有約過啊 Will Will 好 我來假裝一下跟Will聊天 好 嗨 嗨 迪克你好 我在聽你們節目耶 真的假的 那你聽哪一集啊 我聽哪一集喔 嗯 假粉絲 欸 好啊不要聊 哈哈哈哈 沒有啦沒有啦 小鬼離去 嗯 我想一下 我蠻喜歡 就是 你們之前 桃園同遊 那一次 認真嗎 對 可是那一集的音質不怎麼好耶 會有影響嗎 對你而言 就是蠻有趣的啊 就是有一種很 外景節目的感覺 哦 所以你喜歡看哪類的外景節目啊 哦沒有啦 我是說很像外景節目 就是很新穎這樣子 但是我本身沒有在喜歡外景節目 哦 那你平常的興趣是什麼 除了聽我們節目以外 哦 我醫生的工作很忙耶 所以其實沒有什麼太多興趣 就是 就是 花花臉書IG這樣子而已 多忙啊 你們醫生 多忙哦 就是排班制的啊 大概比你忙吧 真的嗎 真的嗎 我覺得很難耶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因為我覺得醫生這行業 就是一定很累啊 如果那麼忙的話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睡覺 那你一定更久 那你會想要做其他職業嗎 或什麼的 或是未來退休想要幹嘛 哦 我哦 想做什麼 我真的很不會聊天 我覺得好累哦 哈哈哈哈 其實可是你剛剛的路數是對的 你剛剛的路數是對的 我有運用到你剛剛 就是只是說你銜接的要再順一點而已 我覺得好難哦 不會不會 但是至少你有話題講啊 可是我訪談就沒問題耶 怎麼會這樣子 因為訪來賓都會是很高度的意願 而且你手上有訪綱 而且我會做功課 對 就是你跟人家聊天的話 那種不確定性會比較高 就是如果說第一次聊天的話 我很不喜歡沒有做功課的約訪 所以你很適合跟來賓在一起耶 因為我都認識他們所有的故事啊 而且我覺得我最不喜歡交友的一個點是 不喜歡交代自己的過去 就是我覺得我的過去 很難堪 不是難堪 是賣點 是我們的商品 是腳本日誌的商品耶 哈哈哈哈 你要你要認識你要聽腳本日誌耶 哦 那很累很多集耶 對啊 那你很適合跟聽眾在一起耶 也可以啊 聽眾朋友們 如果你覺得迪克還不錯的話 拜託他真的很好吧 非常好 真的 我跟你說 你們不要覺得我們跟你們距離很遙遠 迪克真的很容易親近 你只要跟他聊個天 或是你真的也有在聽假本日誌 不要對他一無所知 你真的可以跟他約吃飯 而且我每一個都會聊天 就你們在那邊問說什麼 色案的推薦什麼 我每個都有回吧 真的 而且你要看我打水槍影片 我有沒有傳 有 你要看我被炎射上面有沒有傳 有 我只差去做色案幫你按而已吧 欸 如果真的想做色案 你如果那筆錢 你覺得可以跟一個廣播主持人 約到的話 其實是可以的哦 我真的在想一件事情是 如果我 你知道嗎 我今天跟恩大聊天的時候 恩大跟我說 因為他覺得我現在算是公眾人物 算是嗎 算啦 如果說是公眾人物 然後如果有人臉紅我的賺錢方式的話 他是可以檢舉我 然後害我去警局的 因為我露臉 然後我傳播猥褻物 然後我又沒有公布說我是硬蕊 軟蕊 是違法的 其實現在有80%90%是可能都違法的狀態 所以他說如果我要露臉會非常的危險 但我覺得你目前離這個擔憂可能還非常的遙遠 可是我最近看到一些長得也是馬馬虎虎的就在拍 我就覺得其實我現在長得也算OK 是不是可以直接拍啦 還是我先去featuring一下 我其實蠻想跟那些大屌男做愛的 我拭目以待 好啦就約一波了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一集是跟網黃做愛是什麼樣的感覺 這好像沒有試過對不對 但你要先約到 還是你試過了你有跟其他網黃做愛 你要先約到啊 XXX XXX 欸我跟你講 那個XXX是我們的聽眾喔 我故意的 有一些網黃其實都是我們的聽眾喔 像是XXXX 蛤那他們要幹我嗎 但他們就潛水啊 我有什麼辦法 不要潛水了 潛我 好啦好啦我們今天聊到什麼 我們今天要總結什麼了 總結就是我也提供了一個聊天的小公司 然後前面就是回溯了你的9.5任荒謬的情感室 對然後還有Jack D 其實現在在台灣已經就是有一個據點了 然後也歡迎大家使用Jack D 因為我剛剛看他更新 他其實整個頁面更新的很新穎欸 對而且他其實現在都沒有第三方廣告了 對所以你不會看到什麼 什麼莊園啊 夢幻花園 沒有沒有沒有那種東西 也不會用摳腳趾頭 不會不會不會 擠痘痘 幹這超爆耳朵真的不行 但這些都不會 對 然後Jack D 其實他最近新增了很多 可能說是 我喜歡不喜歡的功能什麼的 其實比以前還要好用欸 而且很重要的是他現在有客戶 對對對 如果說你真的在聊天上面 有遇到一些糾紛或是詐騙的話 其實是他們可以協助的 真的 好煩喔 幹什麼 你就說再這麼優良的交友軟體 情況下我還是門客裸缺 剛剛提到說大家會覺得我們有距離感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我的結婚三大男生 目前真的是給謝家健欸 謝家健嗎 他回好快喔 而且他又那麼有錢 然後又限動一直轉 很重要 他就是會滿足你的愛情 又協助你的事業 對對對 然後第二名的話 暫時先給星緣 黃星緣 因為他現在拯救你的身材 拯救我的身材 然後又會回我又跟我聊天 會跟我聊天很重要 然後第三名呢 嗯 等一下 又兩個人在排是不是 第三名就是 目前就是 因為現在跟我 唉 但這個是人夫啦 但他真的是很讚的一個人 是值得結婚的 所以 老蔡你真的嫁對人 一引別人的老公 不是 因為仲賢真的是 會跟我聊天 這很重要 因為我沒什麼朋友 所以 哈哈哈哈哈哈 啊 這沒有背影啊 他們跟我聊天 我就覺得很幸福啊 大概是這樣 好 我看眼淚都掉下來 那 我們應該叫姓幻想第一名 姓佐拉 對啊 還是Teddy嗎 第二名是Teddy 對啊對啊 第三名 可是我覺得未來的來賓很值得放進來耶 誰 恩大很值得放進來 欸 性感 恩大說明你訪完之後 就會串升到第一名去 有可能他也是很貼心的男生 你大家不要想像他是可能很嚴謹或什麼的 他其實超級溫柔的 對對對 好 狄克這個排行榜 其實此時此刻的排行榜 他的排行榜跟台股最近的變動 一樣的震盪 你知道嗎 因為我可能前天問的時候 Henry還有在榜上 啊 對 Henry知道 Henry其實可以在第三名啦 結婚榜第三名 明明就還有很多其他來賓都有在上面 一下就忘了耶 對啊 你的變動太快了 跟台股真的一樣耶 對某來賓的愛 有時候他可能回你一下說 要加油喔 喔 對他愛直接掌停 但你不回 沒有按愛心 直接跌停 直接跌耶 沒錯 直接跌到最後面耶 真的 那有些人可能就是太激巴的 或是就是對人不好的 不友善的 那直接掉到最後一名耶 像是 B 不行耶 好啦沒有啦 我們愛大家 真的 愛大家 真的 好希望大家喜歡我們今天這集的內容 可是我覺得我們剛剛講那個 到底要不要刪掉 我講我那個被騙爆的故事 很糟耶 放著 我要公審你 放著 我很糟耶 我會不會討厭啊 一定會喔 敬口告 掰掰 掰掰 臭 唉 真的不要鬧耶 想要找一個可以聊天的有這麼難嗎 哟 你還是用那些沒有代理商在台灣的同志教軟體喔 什麼Hornet啊 Grinder啊 真的是Sayonara耶 我現在多用Jack D的呢 蛤 那不是落寞了嗎 喔齁齁 你才out of fashion耶 Jack D現在遍布台灣市場 琴跑各種遊行啊 派對 那些網紅天在東Jack D交友啊 Jack D 只為了讓你配對成功而努力 但如果你願意爆成功 我也是先攻擊你喔